那索隆这次的悬赏会涨到多少呢 索隆之前刚好是3亿2千万 与之前三智少了1千万 三智真是嘚瑟了好久 但是索隆这次打斗的对手是14亿级别的 所以说至少索隆的悬赏会超过近 那近的悬赏是13亿9千万 那索隆的话直接在13亿9千万之上 再加上1千万14亿 可能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悬赏数字吧 这样一来索隆的悬赏就会直接增长10亿08千万 直接增长了一个卡塔库里 天呐 直接翻了4点多倍 如果稳妥一点 可能13亿的悬赏比较稳妥 和奎因跟近是一个级别 但是索隆确实人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 马尔科之前是帮助他拖住了近跟奎因 但马尔科是以1比2 其实没有怎么消耗近 而且近的那个身体又特别的夸张 所以说索隆是真正靠自己的实力硬生生的打败了近 这一点其实我也挺惊讶的 而且是在身体受伤的情况之下 所以说索隆的悬赏是绝对配超过近 成为14亿这个级别的 马尔科的悬赏是13亿7400万 跟这样的传奇富皇比起来 索隆的悬赏会不会太高呢 没办法 时代变革已经发生了 索隆真真实实的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近 那这样一来索隆的悬赏就会超过卡塔库里 超过马尔科 超过近 将会成为目前已知的悬赏最高的第一富皇